现在国内很多同修想闭关念佛 下面问了三个问题 请问第一 闭关念佛道场的环境与管理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第二个问题 是否可以自己在家闭关念佛 应具备哪些条件 第三如何护持在家闭关念佛者 这三个问题我不需要一个一个来解答 后期来讲 闭关 这是佛门里面有的 自古以来就有 但是你也晓得 为什么要别管 我在初出家的时候 就有局势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 在山上 因为抗战期间 他们怕日本人飞 在台湾怕美国飞机轰炸 所以在山里面建了一栋日本式的房子 房子后面是防空洞 避难的地方 干争结束之后 这个地方就很少人去 他们家里人 你看每一个人愿意住这个地方 带我去看 我看的环境非常好 很喜欢 他愿意供养的 给我去闭关 我就去到台中 去把这个事情向老四报告 老四就把我喝吃了一顿 他说 赵州巴士又行者 你知不知道 我说我是听过了 他为什么不去闭关 这一问呢 我就答不出来了 我说闭关不是修行 很好的修行的方法吗 老四说不是 修行要参学 你不能离开老师 你不能离开同学 你把他关起来 老师也不要了 同学也不要了 你怎么学 告诉我 闭关是学问成就 你才有资格闭关 在禅宗里面讲 大车大悟 民心见心 在教下讲 大开元解 在剑图里面讲 得礼意心不乱 到这种境界去 他不需要老师了 就毕业了 毕业为什么就闭关呢 没有人知道他 没有人就跟他学 他是最好的老师 没有人自己又不好意思 我现在已经开悟了 你们可以跟我说 怎么能说出这个话呢 这话说不出来啊 那怎么办呢 向大家宣布 我闭关了 人家一声 闭关这个人就是 这就是真正的好老师 所以到他那靠关 有什么疑难杂症 都到那去请教 大不出来 门打开 出来出来 没资格 你还跟我一道去学 这不会死心 我们才晓得 那个闭关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去的宣传 没有人知道他 所以成就之后 闭关是对自己来讲 拨齿干头 更进一步 自己不断向上身 同时就等于是 向大众宣布 你们可以 有疑难杂症 到我这来扣关 来请教 那么多半 这个闭关呢 时间没多长 一定会有人 请他下山去哄法 那为什么 他有这个能力 就是说 他没有发愿 没有人认识他 所以用这种方法 这是真正闭关的意义 那么第二种呢 没有到这个程度 等也没有开悟 也没有对心不乱 也有个理由 可以闭关 那就是 名气太大了 天天来找的人太多了 简直没有办法休息 忙得不一落伏 那就只好地说 躲起来宣布闭关 这是一种更可以 所以李老师说 你是哪个条件 你们哪个条件 我那时候刚刚出家 谁也不知道我了 两个条件都不符合 算了吧 所以那个地方 我就回绝了 就知道这个事 这个不是容易事情 所以这个学 决定不能离开老师 不能离开同餐道友 老师是指路 同餐道友经常在一起 切磋注目 你才会有进步 你要把这个统统都 圆都断掉了 一个人跑到房间 叫咕咯挂蚊 那怎么会有成就 哪有这种成就的人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看到古人闭关 以为一闭关就了不起了 我也遇到过 我们同餐道友 一同出家 一同受接的 现在都不在了 都过世了 那个时候 他也是个缘分 我们收接没有多久 他就去闭关去了 闭了三年出来 什么都不懂 真的不如 到外面去学三年 那闭关 关得住关不住 人是关住了 心也关住了 偶尔一年 我还有一两次去看看他 他给我讲天下新闻 什么都知道 我真是佩服他 我想应该他官方里头 有电视 天天看就看广播 天天看节目 因为我不看电视 他知道比我多 什么新闻他就知道 那佛法他不知道 因为电视里头没有讲经说法 佛法不知道 世间事情通通都知道 这个是问题就到了 所以念佛我叫他 好好的念佛 现在念佛的时候 要听经 从前念佛可以不要听经 现在念佛要听经 什么原因呢 现在社会 比从前要复杂 这个障缘 就影响我们太严重 我们对经教 也是没有基础的话 你得修学的时候 会怀疑 会夹杂 这样就把你的功夫破坏掉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念佛堂 念东天墨山 我都要求他 每一天至少要听四个小时的经 念十个小时的佛 这四个小时听经的时候 他可以明白 很多的烦恼稀奇障碍 一听经就化解 那是道理在此地 真正是万元放下的人 可以不要听 他放不下 那放不下的时候 我听见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我听见对他有很大的怕 他从小时的飞着 风抚